Hello 大家早上好 我是TONY TROY 今天我们讲一下如何呢 在一个八字钟的流年去算出流月 是怎样算 那么呢 八字钟呢有十天干 不好意思 八字钟呢有十天干 那么十天干的开始呢是甲木 然后呢 到乙 然后到丙 兵 物 急 庚 心 润 鬼 这个字呢有时候人家会读 癸水 有时候有些人会读 鬼水就是鬼的意思 我来看呢 我的看法是可以啦 只要有学八字的人都都知道这个是什么 所以 无论是癸水也好或鬼水也好呢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也是可以接受了好 那么呢 十天干里面呢 开头呢 是甲木开头 甲木开头 对照地资的甲木就是引物 对不对 啊 一定是引物啊 甲木对引物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每一年呢 每一年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呢 他的流月 一定是在 引物开始的 就是每一年 立春的地资 一定是引物开始的 啊 引某城市 五位 深有虚害 直丑到 这个 那月 啊 那月那月啊 这一定引物开始 我们知道的地资 每一个月 会从引物开始 那么我们找 怎样去找出天干呢 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啊 之前 就是上一个 这个 啊 视频呢 我们讲过 怎样去 在 日 日柱里面 找出石柱的天干 对不对 那么呢 就是用五鼠盾嘛 那么 啊 就是 啊 比如讲说 日柱 要找石柱的天干呢 就是 看这个 荷化后 啊 就是香克 对不对 那么呢 流年呢 要找出 流年呢 要找出 流月呢 天干呢 就是 道反 就是香生 啊 比如讲说 甲 今年甲成年 甲 乙和土 对不对 也是 一定要看羊的 不可以看阴的 什么生徒呢 就是火生徒 就是丙火 所以呢 啊 甲成年的第一个月呢 是 丙银 丙银月 啊 然后 接下来是丙丁物 己更新 润鬼 甲乙丙丁 他是 循环 明白了没有 ok 我们再看 好像 鬼 卯年 鬼卯年呢 第一个月什么 不 鬼 和火 和火 什么生火呢 木嘛 甲木 所以 一定是 甲银 甲银月 我们看是不是 那 甲银月 甲木 然后呢 就顺顺 顺着下去 甲乙丙丁 户脊 更新 认鬼 甲乙 哦 大家明白了没有 好像 啊 今年 甲银银年 认 丁 认 和木 什么生木 水吗 认水生木吗 所以第一个月是认饮月 大家看是不是 啊 对 认 鬼 所以 甲乙丙丁 物济更新 认鬼 啊 所以希望这个 啊 视频 能让大家 啊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就可以推算出 由流年推算出 啊 流月的天干和地址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